對她的衝擊也很大 因為她沒有想過一開門已經是一張床 其實2019年很多黑暴事件 都發生在我葵青這邊 包括葵方運動場上去有一條天橋 之前有很多暴力事件 在上面扔一些汽油彈或一些雜物 之前是安裝了一些鐵絲網圍著 近幾天我們都發現 其實鐵絲網已經拆了 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 大家已經開始慢慢進入穩定安全的狀態 我覺得今年的國慶 和早兩年的國慶很大的對比 因為早兩年國慶 很多市民都不敢大肆慶祝 就算慶祝也好 都是很低調 或者說得肉酸是偷偷摸摸 但今年我見到 其實整個香港都很多國旗 因為疫情現在舒緩了 很多社區的會堂 或者禮堂裏面 都有一些國慶的慶典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對比很強烈和感觸很大 其實在葵星區都有很多劏房戶 以及一些居住環境很惡劣的地方 10月1日當日 其實我們在葵方社區會堂 是有一個慶國慶的嘉年華 典禮儀式後 我陪同了中聯辦有一位部長 在我區裡探訪劏房住戶 其實中聯辦的部長 其實他自己也沒有想到 原來我們香港 他經常說聽得多 但真的自己去看的時候 對他的衝擊也很大 因為他沒有想過一開門 已經是一張床 走都走不到 轉身都其實有困難 甚至乎是沒有窗 進去是一個很局的空間 他自己都將自己看到的東西 和會收集好 再反映給中央 看看可以有甚麼方法 可以幫助香港 去解決這些深層次的矛盾 現在香港的土地問題 都其實是嚴重的 地是有的 其實因為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或者關係侵襲在其中 其實作為一個特區的領導人 他應該真的要大刀斧斧去做 要夠膽去承擔 中央都出手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再不改變 其實中央做再多 其實都是很沒用的 所以其實反而我們自己作為香港人 都要思考過往那種模式 是否真的適合我們香港發展的前路 過往香港的議會實在太政治化 我們很多民生的事項都被人拖後腿 一些外國的有心人士 希望透過利用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 是在香港找他們的代理人 去擾亂我們香港 甚至乎干預我們 一國兩制的一國管治 其實完善了這個選舉制度之後 我們可以更加好地去保障 我們未來的議會候選人 是可以增值的 愛國愛港的人士 亦都可以確保我們一個管治權 如果在一個完善的選舉制度下 去產生的議會新的議員 應該是會比過往更加有質素 更加集中精力去處理 去解決一些民生的事項 不用再說一日到刻 就為一些政治的爭拗 而令到一些民生的事項要各自在一邊 過往已經夠亂了 已經亂夠了 接下來接下來 我們應該是要求發展 求進步 我們的香港社區能不能夠進步 就要視乎你手上的寶貴一票 去選擇一個什麼質素的候選人 其實社區市應該是要全民參與的 所以接下來的12月的選舉 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踴躍這個投票 選擇一個可以真正代表 我們基層市民聲音的候選人進入議會